听好了 如果你不会穿衣服 就去多看看电影 今天拆解 消失的她 开卷考试 超啊 首先看这个画面 我一眼就能先注意到的 就是妮妮的这个项链 它叫做choker 字面意义就是窒息 也就是紧贴着脖颈的项链 这东西不是什么形象碗 最早出现在18世纪 法国革命中女性脖子上系的丝巾 慢慢也就演变成了现在的choker 所以choker天然会带有一次叛逆 洒脱的时尚基因 我能找到最早在电影中出现的场景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 是为了通过choker去打造酷人设 黑带choker需要你露出一定量的皮肤 并且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 妮妮这是一个双层的 双层类似于项链迭带 都能挤大打拉长脖子 所以如果你是单层choker 也可以和其他项链混搭 但是粗脖行人不用太考虑choker 听话 再看衣服 棕色无锈皮夹克加黑皮裤 皮翼在试感上具有天然的攻击性 和机车以及刚才讲到的choker 都是为了烘脱酷女孩这个人设 但是造型时选品精妙就在于 它露出了绝色血白纤细的胳膊 稍微给加了一点点糖 让画面不至于那么的硬 而棕色皮翼复古感更重 不会像黑皮翼那么闷 而且当你把画面黑白处理后 就会发现明显的明暗差异 挺好了 制造明暗差异 是搞定服装配色最简单无脑的方法 再看这身 无锈西装马甲配同色系裤腿裤 无锈西装马甲是大热天 适合凹造型的一个经典单品 1999年凯特莫斯在朋友的婚礼上 一浅灰色西装马甲套装亮相 就已经让当年无数潮人去效仿 而妮妮搭配阔腿裤的造型 其实是西装马甲的通用截法 不用思考直接抄就完了 而米黄色这类浅色系 在夏天也能起到视觉降温作用 不过要注意的是 同色系穿搭加上一点其他颜色的点缀 会更养眼 比方说妮妮的腰带 除了颜色点缀以外 还顺带提高了腰线 最后再看文永山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叫做挂脖裙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修肩 直接看明星的对比图 就能明显看出来差别 挂脖的设计可以有效的修正 斜方肌 溜肩 以及颈部前倾 但是挂脖裙会要求你是个瘦人 再见